当凯默尔于1881年5月出生在萨罗尼卡时 帝国已经行将就幕 在过去400多年里 奥斯曼帝国是唯一一个能和欧洲基督教势力抗衡的伊斯兰教势力 它盘踞在东西方的交界线上 是横跨欧亚非的巨型帝国 但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 奥斯曼帝国在经济、军事、文化方面都落入了下风 到19世纪末 奥斯曼帝国已经沦为了欧洲并服 封建帝国在发展了几百年后 必然激化了土地坚定和阶级矛盾它有 各个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复杂矛盾它也有 再加上西方内墙的不断禅食 奥斯曼整个国家都走到了心脏崩溃的地步 它有着广阔的疆域却无法实施有效的统治 它有着庞大的军队却在对外战争中连练势力 它有着众多的人口 但帝国内的臣民却离性离得 那是一个大傻江青、危机四伏的时代 那是一个蕴含着毁灭与蕴含着新生的时代 那就是穆斯塔发凯莫尔生活的时代 凯莫尔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他的父亲做过奥斯曼海关的公务员 又和其他人合伙倒腾过木材和食盐 所以家境还算不错 凯莫尔本来在家中排行老四 但他的三个哥哥姐姐全都在幼年时夭折了 他的两个妹妹也只有一个活到成年 所以凯莫尔从小就受到了父母格外的关注 父母给他取名穆斯塔发 意为上帝所选的一个 当时奥斯曼的中三层阶级 已经见识了西方公业文明的强大力量 所以他们当中许多人 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靠拢 过一种更现代、更世俗的生活 凯莫尔的家庭就是这样 他们家族里没有人是一夫多妻的 他的父亲还会饮酒 这也是违反教规的 家庭的这种态度 在凯莫尔上小学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而不是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宗教小学 宗教小学以阿拉伯尔和古兰经 作为教学重点 这会是做每个穆斯林从小的必修课 但四立小学看上去就要离经叛道很多 他们的数量很少 大部分也不是穆斯林开办的 教授的重点是科学 鼓励批判性思维 而不是机械的学习和背诵 这种四立小学由于权威的做法 有时还会遭到暴徒的袭击 但凯莫尔的父亲不顾劝阻 坚持把凯莫尔送进到这样的小学 结果凯莫尔非常享受这段时光 校园里有整齐的书桌 彩色的地图 他再也没有去过宗教学校了 然而 这种快乐富足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由于希腊土匪的勒索 他父亲的生意备受打击 最终父亲接受不了破产的现实 欲遇而终 那一年凯莫尔才七岁 这件事对凯莫尔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们是土耳其人 是奥斯曼帝国最初始 最核心的民族 但如今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 已经沦为了二等人 外国人背后有强大的祖国撑腰 他们在奥斯曼的领土上 享有制外法权和免税的权利 他们肆意妄为 用各种手段进行不平等竞争 而腐朽衰败的奥斯曼政府 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公民 免受外国土匪的截律 当时在土耳其穆斯林中流传着一句话 非穆斯林有欧洲人保护 我们除了上帝没有保护者 这一切都深深地刺激了凯莫尔 让他从小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在基础和文化上 他非常渴望向西方学习 因为他知道那是先进的 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 他要坚决反对西方的经济渗透和政治干预 因为这关乎民族的尊严 民族的独立 父亲死后 凯莫尔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家人只能依靠母亲微薄的抚恤精生活 凯莫尔也读不成书了 只能去乡下的亲戚家放牛 或者寄人篱下的生活 但难能可贵的是 凯莫尔的母亲不愿接受这样的现实 他本来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是反对凯莫尔去世俗学校的 但在发生了这么多事后 他也渐渐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他攒钱 求亲戚 到处想办法 最终在凯莫尔辍学两年后 又把他送回了城市里的一所世俗学校 凯莫尔的这段求学生涯也算不上顺利 有次他和同学打了一架 但老师非常偏谈另一个学生 凯莫尔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他流着心血离开了学校 再也没有回去过 这个有些轻率的决定 反而让凯莫尔的人生走向了另一条路 他还是想继续读书的 但他已经被萨罗尼卡唯一的一所世俗学校开除了 他又不愿意去宗教学校 那除了这两种学校 他还有什么选择呢 还真有 军校 奥斯曼帝国的军校是改革时代的产物 在与西方列强的竞争中落入下风后 奥斯曼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急需变革 让他们对封建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自己把自己革命了 那是不可能的 但引入西方先建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念 建设一批新式学校 他们还是能做到的 凯末尔选择就读的萨罗尼卡预备军校 就是这样的产物 军校里不仅有宗教课程 也有法语 数学 绘画 体育等一系列现代课程 学生们服从的是军事化管理 他们被要求穿制服 向老师敬礼 军校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并鼓励学生们在这套等级制度下竞争 凯末尔很快就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他不仅勤奋刻苦 还有着惊人的天赋 当他从预备军校毕业时 他选择了报考莫纳斯提尔军事高中 这是当时整个帝国最重要的七大军事高中之一 招式的都是各地最优秀的学生 就当莫纳斯提尔军事高中来说 在一个拥有22万5千穆斯林的身份里 他们平均每年只招收75个学生 许多达官贵人的子女也会参与竞争 入学极其困难 但凯末尔就考上了 等他18岁毕业时 他也是全班第二名 接下来 凯末尔又把目标定在了 首都伊斯坦布尔的皇家军事学院 这是帝国最富盛名的军校 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军官当老师 学院以其高难度的军事 理工和语言课程而让人望而生畏 结果凯末尔又考上了 他不仅考上了 还决心将来要进参谋学院 参谋学院是皇家军事学院内部 一个极具竞争性的精英学院 只有在皇家军事学院的毕业身中名列前茅 才能进入参谋学院进一步深造 因此参谋学院也被视作 帝国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 是皇军上的明珠 顶点上的顶点 而凯末尔就登上了这样的顶点 当他在1902年 从皇家军事学院毕业时 他在459名学院中名列第八名 获得了进入参谋学院特训的资格 到1905年 凯末尔已经读完了所有能读的军校 当他进入军队时 他直接就当了上尉 那一年他也差24岁 在军事生涯的1995年 凯末尔相继经历了意图战争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在这三场战争中 凯末尔的表现都很出色 从上尉一直升到了忠孝 但它毕竟最后也只是一个忠孝 还改变不了整场战局 奥斯曼帝国在前两场战争中都一败涂地 尤其是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 帝国一次性就失去了83%的欧洲领土 其中就包括凯末尔的故乡 萨罗尼卡 凯末尔后来痛苦地回忆道 一天 当我从西南尼加的战场 冲进巴尔干战争的战火中时 我发现连接非洲海岸 和我祖国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锁了 我听说 我的家乡萨罗尼卡 连同我的母亲 妹妹 和所有的亲戚 都被割让给了敌人 我还听说 霍塔西苏雷曼西尊寺的旋理塔上 装了一个钟 我父亲在那里的遗体 也被希腊人肮脏的靴子锁进他 从此 萨罗尼卡成了凯末尔回不去的故乡 虽然他的母亲和妹妹 后来都逃到了伊斯坦布尔 凯末尔他没有假了 这种刻骨的耻辱 进一步激发了凯末尔的民族情绪 他渴望能保下魏国有所作为 他带着满腔的愤懵和不甘 走进了1914年那个喧嚣的夏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奥斯曼帝国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就在于他那独特的历里位置 他掌握着被称为天下阴侯的土耳其海峡 土耳其海峡是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唯一通道 和平时期 黑海周围的一大全国家 都得通过这条狭窄的海峡 去沟通世界 开展贸易 而在战争期间 这条海峡就更关键了 谁能控制这条海峡 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 左右地中海各国 以及黑海各国的战争局势 具体到一战中来说 英法就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土耳其海峡 将他们相对丰富的物资 送到俄国人手上 以支援俄国在东西的作战 一旦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一旦东西方的协约国 能够畅通无阻的相互支援 那被夹在中间的同盟国 就基本上输定了 这是考虑到奥斯曼帝国的 这一关键位置 德国才花了不少功夫 把他拉到了自己阵营中 但奥斯曼到底能不能守住 土耳其海峡 其实德国人自己心里也没底 德国驻奥斯曼军事顾问团团团 冯桑德斯 就曾间接着反对奥斯曼结盟 因为他觉得奥斯曼军队没有战斗力 在军事上是个负担 而另一边的协约国 就受得更直白了 英国人扬言 只需要一支英王陛下最没用的舰队 就能冲破这些海峡 抵达军事坦丁堡 英国人有说这话的底气 他们那时是世界的霸主 他们的舰队天下无敌 1915年4月25日 庞大的协约国舰队 出现在了土耳其海峡南面的地平线上 其阵容堪称豪华 攻势战略舰就有18艘 伊丽莎白女王号 这种当时最先进的超物危机战略舰 也在其中 此外舰队中还有12艘巡洋舰 29艘驱逐舰 8艘潜艇 以及200艘运输船 他们共捧组成了那个时代 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舰队 在短短几天内 他们就能把数以万级的协约国士兵 投送到奥斯曼的领土上 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 都把这次远征 视为最高优先级的军事行动 提供给参战部队的装备都是最好的 战舰将用他们的上百艘巨炮 为登陆部队轰开前进的道路 对于奥斯曼人来说 这一幕幕场景都是如此熟悉 462年前 他们的祖先也是用诸如千里的舰队 遮天蔽日的军队 打下了军事坦丁堡 灭亡了东罗马 而如今这一切 似乎就要再一次重演 只是亡国的人便成了他们 面对协约国的大军压境 奥斯曼帝国人心惶惶 政府计划将首都迁往东方的内陆 宫廷里的贵重物品 开始用火车一列列的进行转移 虽然有这些后备计划 但所有人都明白 伊斯坦布尔是奥斯曼帝国的名望所在 他的陷落就预示着帝国的灭亡 奥斯曼人唯一的希望 就在于达达尼尔海峡上的守军 指挥他们的是来自德国的军事专家冯桑德斯 桑德斯很有才干 但他手里只有六个诗 他用这六个诗去防守160公里长的海岸线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桑德斯只能尽力去推测协约国的登陆点 但受常规思维的束缚 同时也被协约国的阳公所迷糊 最后他基本上完全猜错了 他把两个诗放在了协约国主力 根本就不会登陆的亚洲海岸上 又把另外两个诗放得太过靠北了 还有一个诗他倒是放对了 但这一个建制不全的诗 就要面对所有营军部队 整整六倍预计的敌人 他们的失败也早已注定了 现在桑德斯手中还剩下最后一个诗 这个诗的诗长 引起直言赶劲的性格 而得罪了奥斯曼高层 正处在一生中最不得重任务的时候 桑德斯决定把他放在半岛中部 让他担任预备队 正是桑德斯的这心情一放 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历史 1915年4月25日凌晨 无数协余国士兵在剑袍的轰鸣声中 冲上了加里布里半岛的海滩 南边英军登陆的五个海滩中 只有两个海滩遭遇了激烈抵抗 北面 奥西军团的12000名士兵 也在不到半天里全部登陆 他们开始朝内努进发 打算入镰刀班 将奥斯曼军队切成两半 一旦这个计划成功 那协余国就将占点 加里布里半岛南部的大片区域 并以此作为基地 不断向内努推进 那个时候 要再想把他们赶下海 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个计划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奥西军团旁边 还有凯末尔的第19师 凯末尔本来是来当预备队的 但在机缘巧合之下 他反倒突然身处于战场的最前线 在当时 其他几个师都离得很远 等他们赶到 奥西军团早就占领了沿途高地 只有凯末尔 只有他的部队能挡住奥西军团 这是漫长人生中 命运抛给凯末尔的第一个机会 他没有犹豫 没有迟疑 没有等待上级的命令 他带着部队直接冲了上去 凯末尔的飞速行动 使得奥西军团没能站住关键阵地 双方在萨尔山上 展开了史诗般的对决 士兵们一轮又一轮地发起攻击 在极近的距离下 与敌人短兵相接 喊杀声与爱好声混合在一起 每一分钟都有人死去 又会有新的人再冲上来 凯末尔身为师长 也一直待在前线 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所展 他的勇敢 执着和果断 都在鼓舞着部下 他能将大炮安置在最合适的位置 他能把周围的友军都团结起来 至于此的统一指挥之下 他能不断地向上级要来援兵 当有的士兵没有子弹了 忍不住想逃跑时 凯末尔对他们大吼道 你怎能在敌人面前逃跑 没有子弹就像刺刀 当有的士兵在进攻拳犹豫不决时 凯末尔对他们说道 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 我是命令你们去死 在我们死后 还会有其他部队 其他指挥官 接替我们继续战斗 这些刚硬坚决的话语 让士兵们再次燃起了斗志 坚持了下去 大战持续了一整天 到最后 庞大的奥兴军团被击退了 他们处在崩溃的边缘 被迫回到了原来的登陆点 他们向上级报告 登陆失败 请求登船离岸 协议国军总司令汉密尔顿听到后 只感到一阵极度的痛苦 凯末尔打退了奥兴军团的第一次进攻 将奥斯曼军队从最危险的境界中解救了出来 但阵争还远远谈不上结束 汉密尔顿否决了奥兴军团的撤退请求 要求他们修筑攻势 坚守海湾 在另一边的海勒斯角 英军本可取得更大的胜利 这里的奥斯曼军队 一度只剩下1000个人还没有受伤 如果英军能拿出像凯末尔那样的决心和勇气 向内努进军 那他们定能以优势比你横扫半岛 但他们当中没有人这么做 在登陆成功后 所有英军都待在了海滩上 无所事事地等待后方指挥部的命令 而当时的通信技术并不发达 这种等待是致命的 桑德斯虽然没有猜对协约国的登陆点 但他很快就反映了过来 他把源源不断的援军 及时送往了两个交战点 那些协约国军本可以轻松占领的山头 如今成了他们难以翻越的天前 所有关键阵地都落在了奥斯曼人手中 结果就是 英军和奥兴军团 被压缩在了两处互不相连的狭小区域上 他们是进也不得 退也不得 有力使不出 他们一次次地发起进攻 又一次次被凯末尔和他的战友们退回来 英国海军上将费希尔骂道 该死地打打尼尔海峡 那地方成了我们的坟墓 为了打破僵局 英军决定再派一支部队 再来一次登陆 这个新开辟的登陆点位于苏夫拉湾 一旦英军登陆成功 他们就将占领关键山地提及堆领 并将南方的奥兴军团从包围圈中解救出来 最终一起击垮奥斯曼军队 这是一次气息 英军再一次骗过了桑德斯 桑德斯只知道英军会开辟第三个登陆点 但他完全不知道登陆点在哪 8月7日早晨 2万名英军士兵在苏夫拉湾成功登陆 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很快建立起了探头阵地 此时在苏夫拉湾和提及堆领之间 只有1500名奥斯曼士兵 他们装备简陋 完全不是英军的对手 许多人在遭到攻击后 选择丢下武器逃跑 一切障碍都被扫清了 现在英军只需要走上提及堆领 就能掌握占据 8月9日清晨 英军第32旅来到了提及堆领的顶峰下 登上这个顶峰 是过去三个月里协约国军队 一直想要达成的目标 而现在 随着欺骗战术的成功执行 奥斯曼军队都被吸引在了别的地方 这个顶峰根本无人把守 这是前一天下午的航空侦察 才确认过的 对32旅来说 甚至从未如此脱手可得 他们只需要爬上去就行了 他们爬啊爬 突然发现在刺眼的阳光下 出现了人的声音 那些人影站在山崖之上 宛如从天而降的死神 那是穆斯塔伐凯木尔的部队 英军的士气在一瞬间崩溃了 上一秒 他们还在惊恐 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下一秒 他们就被子弹和子道贯穿了身体 奥斯曼军队 如同狂蟹的洪流般冲了下来 在裸露的山坡上 没有人能挡住他们的冲锋 英军被杀得失衡遍野 幸存的人一路逃回了海滩 提级队领不再是一个脱手可得的目标了 还成了一场难忘的噩梦 英军不知道的是 凯木尔为了能抢在他们之前抵达提级队领 命令部队连续集成军了36个小时 他们登上身份的时间 就比英军早了一点 甚至有可能在某段时间里 他们两支部队 就在山的两边同时盘登 凯木尔对战场的敏锐秀绝 他的坚决和果断 再次拯救了奥斯曼帝国 在提级队领大胜的两天后 凯木尔在朱鲁克风上 发动了针对奥兴军团的进攻 他已经忙到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为了能保持心情 他甚至让医生给他提供刺激性药品 他身心十足 在战斗中连手腕都被子弹打穿了 这种不顾一切的乞丐 彻底压倒了他的敌人 奥兴军团失去了他们 好不容易才打下来的朱鲁克风 也失去了胜利的最后期望 到1915年底 西约国军队再也坚持不住了 他们在这个小小的半岛上 已经付出了25万人的伤亡 却完全看不到获胜的可能 撤退成了唯一的选项 他们从海上来 又回到了海上去 达达尼尔战役的胜利 是一场无可比拟的胜利 奥斯曼人自己都无法相信 他们既然能战胜世界上最顶级的国家 在协约国远征军中 有英国人 法国人 爱尔兰人 澳大利亚人 新西兰人 印度人 埃及人 战胜了这么多人 就几乎相当于战胜了全世界 开莫尔一战胜七国 成功保卫住了帝国首都 因此成为了奥斯曼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他先是被升为上校 随后又被升为了将军 人们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街道 一篇篇诗歌传扬他的事迹 然而 达达尼尔的胜利 最终也只是让奥斯曼帝国 多活了几年 英国人虽然在达达尼尔碰壁了 但他们在中东地区 给了奥斯曼致命一击 以劳伦斯为代表的英国军官 成功策动了阿拉伯大起义 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 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 但他们不是一个民族 两者之间有着复杂的恩怨 阿拉伯人的独立 不仅使得奥斯曼帝国 失去了中东的大片领土 更令其东南方门户大开 难以抵挡协约国 在西北边 奥斯曼的盟友宝加利亚 也被协约国所攻破 首都伊斯坦普尔 陷入了无限可守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政府 选择了向协约国投降 相比于民族利益 苏丹更在意自己的王位和财富 他已经准备好签订 一系列奥权辱国的条约 以保全他自己 而斯坦政府中的其他高层 要么作为战犯被抓走了 要么就是灰心丧气 也甘愿接受被协约国宰割的命运 在那么多的王公贵族中 在那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中 只有凯末尔站得出来 坚决反对被协约国瓜分的命运 他说道 一个民族 不论他有多么安逸和富有 当他失去独立时 他就在全人类面前 处在了最威末的地位 是得不到高尚宽宏的待遇的 接受一个外国的保护和支持 人类的本性就会受到限制 就会受人摆布 犹如傀儡 木偶 我们还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 我们不要把一个外国先生请进来 土耳其民族是高尚的民族 荣誉的民族 我们要么独立 要么死亡 这些慷慨激扬的话语 顺应了当时的民情民意 却不被苏丹政府所容 他们已经决心向其越国俯首称臣 只把凯末尔看作讨厌的绊脚石 1919年5月 苏丹政府把凯末尔调出了繁华的首都伊斯坦布尔 打发他去了遥远的萨姆松 1920年8月 苏丹政府不过名义 接受了巴黎和会的结果 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瑟福尔条约 根据条约 奥斯曼帝国将会失去 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和非洲领土 就是作为亚洲本土的安纳托利亚 也被瓜分的智力破碎 整个国家只剩下45万平方公里 条约还规定 所有外国人都在奥斯曼享有制外法权 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 也都归国际共管 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也由协约国完全把持 优先用于支付战争赔款 奥斯曼军队不能超过5万700人 不能有重武器 不能建立空军 海军只保留7艘托船和6艘远雷艇 其余所有战舰都要移交给协约国 这些条款所组成的协约 就是把土耳其人的尊严扔在地上踩 无可言喻的愤怒席卷了凯默全身 他说道 奥斯曼的国土已经被完全分割了 只剩下这么一小块土耳其人居住的土地 最后就连这一小块地 他们也要价以瓜分 同样的愤怒也席卷了每一个土耳其人 但高高在上的英国人 是看不起这些愤怒的 在英国首相劳和乔治看来 土耳其人的态度根本无关紧扰 当奥斯曼横跨三周的时候 尚不能与英国为敌 现在其他民族纷纷独立 只剩下一些土耳其人 就更不足为惧了 劳和乔治相信 只要协约国天军一到 所有条款都会得到落实的 他得意洋洋地说 英国只需要为此支付运输军队的费用 我们用不着为土耳其 将从舞台上消失而惋惜 1919年5月15日 一支希腊军队在伊兹米尔登陆了 他们是作为协约国代表 来占领这座土耳其城市的 当时巴黎河会正在召开 虽然最终的斯福尔条约还没有签订 但斯坦政府已经决心投降 他们只是当地军队不得抵抗 希腊军队就这样 毫无阻拦地走进了市区 他们挥舞着希腊的国旗 宣告着土耳其人被征服的命运 在这支希腊军队的背后 有英国人 法国人 美国人 有那个时代最不可一世的力量 而土耳其人什么都没有 连他们的政府和军队 都不允许他们抵抗 但就是在那样绝望的环境中 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 一位名叫哈桑塔赫辛的土耳其青年 用他的手枪 瞄准了希腊军队的骑手 骑手阴身倒地 希腊国旗也随之飘落 哈桑随后就被希腊军队杀死了 但他已经打响了土耳其人 反抗外国统治的第一枪 这一枪划破长空 回荡在了土耳其的大地上 轰轰烈烈的土耳其独立战争 就此爆发了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土耳其各地不断有民众自发地 进行了抵抗 农民组成了游击盾 工人制造了炮弹 连老人和妇女也参与到其中 帮忙运送物资 看护商员 没有哪个政府要求他们这么做 他们完全是凭着 内心朴素的民族情感在战斗 当时凯末正在萨姆松 苏丹政府派他来 本来是让他来镇压抵抗运动的 但凯末反倒给抵抗中添了一把火 他四处奔走宣告 把群众进一步发动了起来 他在讲话中说道 我们唯一的出路 就是建立一个以民族主权为基础的 不受限制的 无条件的 独立的土耳其国家 苏丹政府对此契机败坏 他们要求凯末回到伊斯坦布尔 妄图加以控制 在被凯末拒绝后 苏丹政府先是撤了凯末尔的职 之后又宣布凯末尔的民族解放军事叛乱 并判处凯末尔死刑 凯末尔就此失去了 他在官方层面的一切荣誉 头衔和职位 但他并不后悔 他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另一群人 土耳其人民 在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后 凯末尔就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各地的抵抗组织 大多各自为战 缺乏联系 很容易被敌人分别击破 凯末尔立即开始了应对 他以自己在一战中积累的崇高声望 向全国各省发出了通报 呼吁每个省都派出代表 来到当时尚未沦陷的西瓦斯 就王图村 1919年9月 全国各地代表齐聚西瓦斯 一致决定要捍卫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 要竭尽全力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就是流进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 如果发生了奥斯曼政府 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放弃领土的情况 就要在政治和行动上采取必要措施 建立一个新政府 大会上还选出了一个16人的代表委员会 来领导全国斗争 凯末尔当选为代表委员会主席 至此 一个具有共同纲领的 全国性的民族解放组织诞生了 他不断发展壮大 最后形成了以安卡拉为重心的大国民议会 和大国民议会政府 凯末尔在其中 一直担任议长和委员会主席 他日以继业的工作 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育这两年打击 把几乎所有能团结的力量 都团结在了一起 在他的政府中 有其然投名的苏丹政府高官 有以前奥斯曼军队的将军 有民族资产阶级 宗教杰人士 还有各地涌现的游戏队领袖 相比于已经沦为协约国傀儡的苏丹政府 凯末尔的政府 起来才更能代表土耳其人民 但如果他们不能战胜协约国联军 那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到1920年年中 英军已经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海峡 希腊军队自从安纳托利亚西部 步步紧逼 南边意大利军队和法国军队 已经占领了地中海沿岸 东边亚美尼亚军队也在不断前进 协约国联军在人数和装备上 都占有显著优势 在战争刚刚爆发时 他们的总兵力甚至一度达到了 土耳其军队的4.8倍 凯末尔身处重重包围之中 看上去已经完蛋了 但他没有慌 他是有操作的 凯末尔分析了战场形势 发现联军有个最大的问题 他们是由好几个不同的国家组成的 其利益并不一致 南边的意大利 对英国在意战后的 以西里安排都非常不满 他们并没有得到所有想要的领土 具体到土耳其来说 意大利人就没有得到 他们想要的伊兹密尔 英国人把他划给了希腊 南边的另一个国家法国 也与英国不和 双方在巴黎和会上一直在吵架 具体到土耳其问题上 法国人其实并不愿意 看到土耳其被过度瓜分 他们在这里还有很多投资 他们还指望土耳其 能还上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旧债 所以凯末尔针对意大利和法国 制定了外交为主 军事为辅的政策 凯末尔敏锐地意识到 这两个国家并不会非常 卖力地配合英国进攻 一旦他们看到形势不对 就很可能会腐软 而至于幕后黑手英国 此时也不具有直接的军事威胁 英国才在一战中 付出了很大伤亡 国内反战情绪强烈 英国人只想出钱出枪 让希腊人顶在前面 充当打手 所以最重要的战斗 就在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 希腊人当时连续打赢了 独立战争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整个国家非常自信 民族主义情绪爆棍 希腊人自是为东罗马的继承者 根据大希腊主义的观点 他们应该光复地中海沿岸的 大片领土 尤其是奥斯曼帝国 这个当年毁灭东罗马 奴役希腊人的罪魁祸首 更应该被狠狠地教训 而对于土耳其人来说 希腊独立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开端 希腊在自己独立后 还通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大片领土 加深了帝国的危机 现在希腊又跨过海峡 要来人质安纳托利亚 那双方可真是冤家路窄 信仇就很一起算了 这么一通分析下来 那凯末尔应该先进攻西边的希腊军吗 不 他没有 凯末尔清楚 希腊作为联军主力 实力是很强大的 东边不是还有个亚美尼亚吗 他的实力最弱 就先揍他 1920年9月 凯末尔集中优势兵力 挥施东进 在短短两个月内 就彻底击垮了亚美尼亚军队 亚美尼亚政府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 凯末尔不仅让亚美尼亚人放弃了瑟弗尔条约 还把1878年俄土战争中失去了领土 以并夺落回来 亚美尼亚虽然实力较弱 但他毕竟是协约国 是一战的战胜国 他的失败 在其他各国心中产生了不小的震撼 更让人震惊的是 在凯末尔击败亚美尼亚后短短十天 苏俄红军也踏上了亚美尼亚的领土 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亚美尼亚拉入了自己的版图 他们这一前一后就像商量好了一样 紧接着 土耳其军队开始撤出亚美尼亚 掉头向西部增援 他们把自己的后背 就这么放心地交给了红军 到这个时候 西方立场们终于可以确定 他们最讨厌的两个男人联合在了一起 一个伊斯兰教的民族主义的政府 和一个不幸神的 国际主义的政府 真的联合在了一起 早在五个月前 凯末尔就发现他并不是孤立无缘的 在他的北方 还有一个新生的红色政权 虽然两者在意识形态上差别很大 但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敌人 彼时的苏俄 也正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封锁和武装干涉 就这在那样的困境中 凯末尔和列宁 跨过了沙尔奥斯曼上百年的历史恩怨 热切地握住了彼此的手 凯末尔在政权建立后的第一个外交文件 就是一封写给命名的信 他呼吁双方建立外交关系 并请求苏俄的援助 命名完全满足了凯末尔的请求 苏俄给予土耳其的卢布数以百万计 在很大程度上 直接帮凯末尔解决了视频工资的问题 此外苏俄还援助了大量军火 仅在1922年的前四个月 就援助了两万六千枚炮弹 在整场战争中 苏俄一共向土耳其提供了近三亿发子弹 凯末尔也力所能及地进行了回报 他把奥斯曼帝国此前侵占了一些俄国领土还了回去 还在苏俄到饥荒时远助了大量粮食 凯末尔在信中告诉年龄 同俄国的友谊 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奉行的政策的基础 而这种友谊 恰恰是协约国立强所恐惧的 应发告诉凯末尔 只要他能与苏俄断绝关系 那协约国就可以向土耳其做出许多让步 但凯末尔没有受此蛊惑 他回应协约国的只有利刃 在击败了东边的亚美尼亚后 凯末尔得以把尽力 全部用来对付西边的希腊 希腊军队的实力非常强劲 他们装备了来自英国的坦克 来自法国的机枪 对外他们有各协约国的兴起援助 对内民意也非常支持这场战争 希腊军队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就是国内民众的公开募捐 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敌人 凯末尔没有逃避 没有妥协 他清醒地意识到 只有正面把希腊军队打痛 打垮 才能有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 才能为土耳其赢得真正的独立 凯末尔为此做了大量努力 他积极组建正规军 在他的号召下 许多退伍军人 一战老兵 选择再次为国而战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爱国 也是因为在过去 凯末尔总能带领他们取得胜利 凯末尔在军界的崇高声望 甚至使得一些原本效力于苏丹政府的军官 也倒戈了 斯姆纳就带着他的一万名部下 投奔了凯末尔 凯末尔还吸收了民众自发组建的游击队 有的游击队被直接改变为了正规军 有的游击队则获得了武器支援 继续发挥他们的优势 吸扰希腊军 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到1921年初 凯末尔就献起了一支足以和希腊军队正面对抗的 土耳其正规军 但他没有满足于此 他枯充军队的行动 是一刻也没有停下来 到1922年8月 土耳其军队的人数就达到了27万 已经反超了希腊军队 在凯末尔优秀的运营下 前线总是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兵 几乎一代土耳其年轻人 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参与到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 在全局战略上 凯末尔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 常常允许土军大踏步的撤退 以组织起更有力的防线 或是在更有力的地形上作战 而希腊军队在不断深入后 不极限总是会被拉得过长 故意脆弱 凯末尔的骑兵部队 这时就会出现在西军的侧翼 后方加以袭绕 正面部队也会司机发起凶猛的反攻 这种战术充分发挥了土军的主场优势 让希腊军队在一次次失败的进攻中 逐渐失去了锋芒 到1921年8月 在萨卡利亚战役中 希腊军队发起了最后的猛攻 希腊国王康斯坦迪一世 亲自来到镇前指挥 他们一路攻城拔寨 一路打高的距离安卡拉 只有70多公里的地方 就是在那样的危局中 在康斯坦迪的对面 凯末尔也亲自走上了战场 亡来见亡 岁月 荣誉 地位 都没有让凯末尔变得软弱 他说 我必须亲自参与战斗 他说 我坚信我们能够击败 那些想要征服我们这个不幸国家的敌人 这个信念是一刻也没有动摇过的 我愿意在全国 全世界面前 宣告我的信念 在战场上 凯末尔把肋骨都摔断了 却仍然坚持指挥 他的勇气和决心 再一次鼓舞了所有人 对康斯坦迪来说 胜了一度仿佛近在眼前 但当他定睛一看 一切由都转身及其事了 在他面前 是土耳其源源不断的援兵 所组成的铜墙铁壁 而在他身后 他的补给线已经被切割得智力破碎 许多部队连续好几天 都没有得到任何补给 希腊人的进攻之王 终究折断在了土耳其的大地上 萨卡利亚战役成了 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转折点 这一战后 战争主动权完全被凯末所掌控 希腊人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 只能听天由命般地 等待凯末回出致命一击 一旁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 将希腊人遭死打败 直接撤军了 法国人在走之前 还把自己不便带走的武器装备 卖给了凯末尔 变向坑了一波英国和希腊 此后凯末尔经过长期的养精蓄锐 于1922年8月26日发起了大反攻 土耳其军队如秋风扫落夜班 在短短两周内就收复了全部实地 最快的时候 他们在9天内前进了400公里 而希腊军队则被打了溃部成军 连总司令特里库皮斯都被俘虏了 9月9日 土耳其军队进入了地中海沿岸的伊兹密尔 这是当年第一座被协约国占领的城市 也是土耳其人打枪反抗第一枪的城市 它是一切的起点 也是一切的终点 凯末尔怀者万千感慨 发布了胜利宣言 军队从地中海向全国致敬 1923年7月24日 土耳其代表和各协约国代表 正式签订了洛桑条约 凯末尔通过这个条约 将土耳其的国土 从45万平方公里 恢复到了70万平方公里 它收回了所有的核心领土 包括东瑟雷斯 伊斯坦普尔和土耳其海峡 外国人在土耳其所享有的 一切之外法权都被取消 土耳其人也不需要在支付 一战的战争赔款了 关税独立 财政独立 全都实现了 这一幕足够让所有土耳其人 扬眉吐气 凯末尔以其过人的功绩 被大国民议会赐信 阿塔·土耳克 这是只有他才能使用的姓氏 一位土耳其之父 凯末尔完全配得上这个姓氏 就在1919年 土耳其都还是一截战败国 面临着亡国灭种的风险 而短短三年后 凯末尔就能带领土耳其人 打负所有协约国力强 撕毁曾经的不平等条约 这在整个驿战后的世界中 都是绝无仅有的 纵观凯末尔的军事生涯 他两次击败协约国联军 军事以弱甚强 以少甚多 第一次达丹尼尔战役 把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打下台了 第二次土耳其独立战争 把一战三巨头 英国首相劳和乔治打下台了 把希腊国王科斯坦丁一世 打退位了 真可谓是难封敌手 在土耳其独立后 凯末尔又连续执政15年 成功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 凯末尔首先废除了苏丹哈里发制度 这已实行了数百年的封建制度 当时许多土耳其人表示反对 他们已经习惯了有一个国王 有一个宗教领袖 他们也知道末代苏丹不好 但他们并不想废除整个苏丹制 而只是想换一个苏丹 换谁呢 就换凯末尔 苏丹拥有着世袭网替的顶级权力 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过去数百年里 有无数人为了这个位子 真的头破血流 现在这个位子就摆在凯末尔面前 他却拒绝了 他带领人民推翻苏丹 并不想自己来当苏丹 早在1921年的根本组织法中 他就承诺过 最高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的 无条件的属于群体国民 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土耳其的宪法里 在关于苏丹制的辩论中 凯末尔提醒大家 那处权在民的提案上 也有我的签名 自从苏丹制被彻底废除了 凯末尔带领土耳其人 走出了数百年的封建龙回 走向了共和 在宗教问题上 凯末尔以自己崇高的声望 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世俗化改革 作为伊斯坦教首领的哈里发被废除了 宗教法庭 宗教学校通通被取缔了 而男女拼等 一副一期 婚姻自由的内容 第一次写进了土耳其人的法律中 在凯末尔改革的时代 非穆斯林可以和穆斯林结婚 妇女可以不用戴面纱 孩子们学的是自然科学 而不是宗教典基 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凯末尔因为这些世俗化改革 遭到过宗教极端势力的暗杀 但他毫不畏惧 他说 我个人微博的身躯 是早晚有一天要入土的 但土耳其共和国 将永远以利于世 在外交上 凯末尔不扩张不侵略 奉行慕邻友好 互相尊重的政策 打压了犯突厥主义 和犯伊斯兰主义 他在议会上说道 我既不支持所有 穆斯林民族实现联盟 也不支持所有突厥民族的联盟 在座各位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 但政府必须保持固定的政策 任何感情与幻想 都不能影响我们的政策 在经济领域 凯末尔一边通过赎买 将那些对国际民生 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企业 收归国有 一边通过政策优惠 大力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他既仍同私人企业 和私人的主动性 也认为私企不能完全满足 整个国家的需要 经济还是该由政府来调控 最后是以五年计划 国家投资等方式 指导 保护了新兴的盟族企业 从1929年到1938年 土耳其工业总产值 增长了80% 增长速度仅次于苏联和日本 在农业上 凯末尔飞成了11岁 并实施了一定的土地改革 政府将国有土地 无珠土地 以及从地主手中输买的土地 分给无地 少地的农民耕种 全国各地还建立起了 一批农业信贷和销售合作社 帮助农民对抗高利贷的盘剥 从1928年到1938年 土耳其的小麦产量 从161万吨 增长到了427万吨 大麦产量 从90万吨 增长到了238万吨 30年代的农业产量 相比于建国初期增加了一倍 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在凯末尔执政的15年里 土耳其经济平均年增长率 达到了7.5% 是当时全世界发展 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当凯末尔于1938年病逝时 他给后人留下的 是一个现代的 世俗的土耳其 这个土耳其既能够自保 也能够以独特的地理位置 相比于周边国家较大的体量 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他已经有了一个 区域性强国的底子 至于后人到底 能把他发展到哪一步 还能不能坚持 凯末尔生前的正确道路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凯末尔已经尽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机械转的